高庭撤销前首相慕尤丁的滥权控罪 迎来乌同最高理事伊珊大感不满 质问为何面对类似控罪的前首相纳吉被法庭定罪 慕尤丁却没事 伊珊今天发文告批评 吉隆坡高庭的裁决可能会立下不良先例 如许部长向承包商索取汇金以换取政府合同 伊珊质疑为何两亿令吉的汇款可以进入政党的账户 却没有任何后果 但是法庭在相似的控罪下裁定纳吉罪程 他写道当涉及乌统和纳吉就是错 如果是其他政党就一切没问题 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 吉隆坡高庭尽早批准慕尤丁的申请 撤销他在建威计划案中的四项滥权控罪 法官穆罕默·加米尔裁定 针对慕尤丁的控状有缺陷 不符合刑事程序法典 不过简邦已经接获指示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慕尤丁在今年3月被控四项贪污滥权 和三项洗钱罪 涉及金额达2亿3千250万令吉 凌亚